列王记下 亚马歇行耶和华眼中抗为正的事 但不如他祖大卫 乃效法他父约阿师一切所行的 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 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国一坚定 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 却没有致死杀王之人的儿子 是照摩西律法书上 耶和华所吩咐的说 不可因子杀父 也不可因父杀子 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 亚马歇在远古杀了以东人一万 又攻取了希腊 改名叫约帖 直到今日 那时 亚马歇差遣使者去见耶和的孙子 约哈斯的儿子 以色列王约阿师说 你来 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 以色列王约阿师 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马歇说 黎巴嫩的吉利 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 说 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 后来 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 把吉利践踏了 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 你以此为荣耀 在家里安居就罢了 为何要惹祸 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 亚马歇却不肯听这话 于是以色列王约阿师上来 在犹大的博士迈 与犹大王亚马歇相见于战场 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 各自逃回家里去了 以色列王约阿师 在博士迈 秦驻亚哈谢的孙子 约阿师的儿子 犹大王亚马歇 就来到耶路撒冷 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从以法连门直到脚门 共四百轴 又将耶和华殿里 与王公府库里 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 并带人去为志 就回撒玛利亚去了 约阿师其余所行的事 和他的永利 并与犹大王亚马歇 征战的事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约阿师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撒玛利亚 以色列诸王的坟地里 他儿子耶罗波安 接续他作王 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 约阿师死后 犹大王约阿师的儿子 亚马歇又活了十五年 亚马歇其余的是 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马歇 他就逃到拉吉 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 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 托到耶路撒冷 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犹大众民 立亚马歇的儿子亚撒利亚 接续他父作王 那时他年十六岁 亚马歇与他列祖同税之后 亚撒利亚收回 以拉他 仍归犹大 又重新修理 犹大王约阿师的儿子 亚马歇十五年 以色列王约阿师的儿子 耶罗伯安在撒玛利亚登基 作王四十一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不离开尼巴的儿子 耶罗伯安 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 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 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 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借他仆人 加特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 先知约拿所说的 因为耶和华 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 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 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 耶和华并没有说 要将以色列的名 从天下涂抹 乃借约阿师的儿子 耶罗伯安拯救他们 耶罗伯安其余的是 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 他怎样征战 怎样收回大马士革 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 归以色列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耶罗伯安与他列祖 以色列诸王彭睡 他儿子撒加利亚 接续他作王 列王记下 第十五章 以色列王耶罗伯安二十七年 犹大王亚马歇的儿子 亚撒利亚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年十六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五十二年 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 是耶路撒冷人 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事 效法他父亲亚马歇一切所行的 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 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耶和华降灾雨亡 使他长大麻风 直到死日 他就住在别的宫里 他的儿子 约坛管理家事 治理国民 亚撒利亚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亚撒利亚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约坛 接续他做王 犹大王亚撒利亚三十八年 耶罗伯安的儿子撒加利亚 在撒玛利亚 做以色列王六个月 他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效法他列祖所行的 不离开尼巴的儿子 耶罗伯安 使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的那罪 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 在百姓面前击杀他 窜了他的位 撒加利亚其余的事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这是从前耶和华 应许耶护说 你的子孙必做 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 这话果然应验了 犹大王乌西亚三十九年 亚比的儿子沙龙登基 在撒玛利亚作王一个月 家底的儿子米拿县 从德撒上撒玛利亚 杀了亚比的儿子沙龙 窜了他的位 沙龙其余的事 和他背叛的情形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那时米拿县从德撒起 攻打提匪萨和其四境 击杀城中一切的人 铺开其中所有的孕妇 都因他们没有给他开城 犹大王亚撒利亚三十九年 家底的儿子米拿县登基 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十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终身不离开尼巴的儿子 耶罗伯安是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的那罪 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 米拿县给他一千他连德银子 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 米拿县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户 索要银子 使他们各出五十社克勒 就给了亚述王 于是亚述王回去 不在国中停留 米拿县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都写在 以色列诸王记上 米拿县与他列祖同税 他儿子比加侠接续他作王 犹大王亚撒利亚五十年 米拿县的儿子比加侠 在撒玛利亚登基 做以色列王二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比加侠的将军 利玛利亚的儿子比加背叛他 在撒玛利亚王宫里的位所杀了他 亚尔哥伯和亚利耶 并激烈的五十人帮助比加 比加击杀他 窜了他的位 比加侠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犹大王亚撒利亚五十二年 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登基 做以色列王二十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以色列王比加连见 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 来夺了以云 亚伯伯玛加 亚罗 基迪斯 夏索 基列 加利利和拿福塔利全地 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 乌西亚的儿子约坦二十年 以拉的儿子和西亚 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 击杀他 窜了他的位 比加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二年 犹大王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 他母亲名叫耶路沙 是撒都的女儿 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 只是秋坦还没有废去 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 约坦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在那些日子 耶和华才使亚兰王利逊 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犹大 约坦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亚哈斯接续他做王 列王记下 第十六章 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十七年 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 不向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 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 所行可憎的事 使他的儿子惊火 并在秋坛上 山岗上 各清脆树下 献祭烧香 亚兰王利逊 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 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围困亚哈斯 却不能胜他 当时亚兰王利逊 收回以拉他 归于亚兰 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 亚兰人就来到以拉他 住在那里 直到今日 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烈瑟 说 我是你的仆人 你的儿子 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 求你来救我 脱离他们的手 亚哈斯 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 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 亚述王应允了他 就上去攻打大马士革 江城攻取 杀了利逊 把居民掳到吉尔 亚哈斯王上大马士革 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皮烈瑟 在大马士革看见一座坛 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 画了图样 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 祭司乌利亚 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送来的图样 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士革回来之先 建筑一座坛 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坛 就进前来 在坛上献祭 烧梵祭祭 交殿祭 将平安祭生的血 洒在坛上 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 从耶和华殿 和新坛的中间 搬到新坛的北边 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 早晨的梵祭 晚上的宿祭 王的梵祭祭 国内众民的梵祭 宿祭 奠祭 都要烧在大坛上 梵祭生和平安祭生的血 也要洒在这坛上 只是铜坛 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 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 亚哈斯王打掉藤座四面镶着的新子 把盆从座上挪下来 又将铜海从铜海的铜流上搬下来 放在铺石地 又因亚书王的缘故 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篮子 和王从外入殿的篮子挪移 围绕耶和华的殿 亚哈斯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猎王记上 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西西加接续他作王 列王记以下 第十七章 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 以拉的儿子和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 做以色列王九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 亚述王撒玛以色上来攻击和西亚 和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攻 和西亚被叛 差人去见埃及王索 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攻 亚述王知道了 就把他锁禁囚在监里 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 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 和西亚第九年 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 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 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戈萨的哈伯河边 并马带人的诚意 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 领他们出埃及地 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 去敬畏别神 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 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 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 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 在他们所有的诚意 从撂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秋坛 在各高纲上 各清脆树下 礼筑像和木偶 在秋坛上烧香 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 有行恶事 惹动耶和华的怒气 且侍奉偶像 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 但耶和华借众先知 先见 劝戒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 当离开你们的恶行 谨守我的诫命律例 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 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 他们却不听从 紧硬着景象 效法他们列祖 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 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 并劝戒他们的话 随从虚无的神 自己成为虚妄 效法周围的外邦人 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 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 为自己捉了两个牛犊的像 立了亚瑟拉 敬拜天上的万象 侍奉巴黎 又使他们的儿女精火 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惹动他的怒气 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 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 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 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 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 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 使他们受苦 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 以致赶出他们 离开自己面前 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 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做王 耶罗伯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 耶和华陷在大罪里 以色列人犯耶罗伯安所犯的一切罪 总不离开 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 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 这样 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树 直到今日 亚树王从巴比伦 古他 亚瓦 哈马和西法瓦因 迁移人来 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 代替以色列人 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 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 不敬畏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 咬死了些人 有人告诉亚树王说 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 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 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 咬死他们 亚树王就吩咐说 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 使他住在那里 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 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 住在伯特利 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 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 各为自己制造神像 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 有秋坛的殿中 巴比伦人造苏格比那像 古他人造逆甲像 哈玛人造亚士玛像 亚瓦人造逆哈和塔尔他像 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 献给西法瓦因的神 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 他们惧怕耶和华 也从他们中间立秋坛的祭司 为他们在有秋坛的殿中献祭 他们又惧怕耶和华 又释放自己的神 从何邦迁移 就随何邦的风俗 他们直到如今 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 不专心敬畏耶和华 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 也不遵守耶和华 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 雅各就是从前 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 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 嘱咐他们说 不可敬畏别神 不可跪拜释放他 也不可向他献祭 但那用大能和伸出来的绑币 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你们当敬畏 跪拜 向他献祭 他给你们写的律例 典章 律法诫命 你们应当永远谨守遵行 不可敬畏别神 我耶和华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不可忘记 也不可敬畏别神 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他必就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 他们却不听从 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 如此 这些民又惧怕 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 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 效法他们的祖宗 直到今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